让你轻松拥有 Toyota一路精彩 南加州Toyota经销商 拜登愿众议院议长之争令美国难看 加拿大2022年接收超过43万名移民创历史记录 各位 欢迎收看今天1月4号的凤凰美洲新闻 让我们先来关注 国会众议院六轮投票仍未产生新任议长 总统拜登4号就表示共和党党争令人尴尬 让美国在全球舞台颜面尽失 同一天 拜登就与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纳尔 共同出席活动 以展示两党团结 拜登4号打破沉默 就无休止的众议院议长投票进行回应 拜登称 全球都在关注美国众议院选举 而共和党的内斗让美国难堪 拜登称 他的关注焦点是要推进自己的议程 当天拜登前往肯塔基州和俄亥俄州 推进一项基础设施法案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纳尔也一同出席 展现两党团结 与麦卡锡寻求议长的连续挫败 形成鲜明对比 麦康纳尔在3号打破记录 从2007年至今 他担任参议院共和党领袖16年 成为美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参议院领袖 麦康纳尔在3号表示 他仍然支持麦卡锡成为众议院议长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加拿大移民部发布的最新报告就显示 2022年加拿大共接收了超过43万1000名移民 创历史新高 其中超过一半是经济类移民 移民部长就表示 大幅度增加移民数量 使推动加拿大经济繁荣 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的必要措施 根据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的统计 2022年加拿大共接收43万1645名新移民 超出联邦政府制定的目标 其中超过24万人是经济类移民 10万5千人是家庭团聚类移民 7万6千多人则是难民 加拿大移民部长表示 上一次如此大规模的接收移民 还是在1913年 当时有40多万移民来到加拿大 绝大部分来自东欧和南欧 而最新的移民来源地则显示 来自亚洲的移民大幅增长 在急需的医疗护理行业 移民已经占到医生总数的36% 我感觉我们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我们会看到更多外联系专业 移民部长补充 加拿大人口老龄化严重 预计到2035年 劳动力市场中 有50%的人都面临退休 为弥补劳动力不足 联邦政府也正与各省商议 加快推出更符合本地劳动力市场的省提名计划 吸纳移民 联邦政府公布的2023到2025年移民计划显示 未来三年预计接收145万新移民 根据2022联邦预算法案赋予的新的权力 移民部长可以直接跳过 现行的基于打分系统的移民筛选制度 直接选择具备加拿大所需技能的移民申请人 而这项被称作定向抽签的政策 在明年初将会正式实施 凤凰卫视组合请武警苏一恒 温哥华报导 美国白宫就宣布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会于13号访问白宫 经济 俄乌冲突 气候变化 台海问题 都是在两国领导人的议程上 美国总统拜登将于13号在白宫 接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就经济与安全问题进行磋商 这包括经济发展 经贸合作 俄乌冲突 气候变化 台湾问题等等 白宫发言人还指出 届时 拜登将会重申他全力支持 日本最近发布的新国家安全战略 美国也将支持日本主办 七国集团峰会 以及担任联合管理会 轮值主席国 白宫表示 朝核议题也是此次 岸田文雄访美的焦点之一 就在今年元旦 朝鲜向日本海 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 去年 朝鲜发射导弹超过37次 创下了最高纪录 美方称 美日除了加强双边合作 应对朝鲜威胁以外 还将与韩国加强三边军事合作 number two you've seen in just recent weeks some bilateral exercis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specifically in response to the increased tensions by the Kim regime in Pyongyang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 continue and you're going to see us continue to look for ways to not only improve our bilateral military cooperation which is already quite extraordinary but our trilateral military cooperation with Japan Sou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gether and so stay tuned for more of that coming forward 暗天文雄与拜登的上一次会晤 是去年11月在巴厘岛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 除了在下周访问华盛顿 此行 暗天文雄还将出访法国 休息一下回来再告诉您更多 欢迎回来来看今天的中国怪学院 世界卫生组织周三表示 目前在美国已成为主导毒株的 奥密克戎亚变种XBB1.5 是迄今为止最具传染性的新冠病毒株 但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它的致病性更强 世卫组织称XBB1.5之所以具有高度传染性 是因为这一突变能够使病毒和细胞更好的结合 且更容易复制 世卫组织表示全球卫生官员对该亚型 在美国东北部的传播速度表示担忧 美国感染XBB1.5的人数大约每两周翻一翻 到目前为止该亚变种已经在29个国家或地区被发现 但世卫认为可能传播范围更广 世卫当前正在进行风险评估 并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结果 上一场冬季风暴期间造成航班大面积取消的西南航空 本周表示将为受影响的旅客提供价值超过300美元的积分 作为补偿 西南航空表示预定了12月24日至1月2日期间的航班 但被取消或严重延误的旅客将获得25000点的积分 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乔丹在一份致欠信中表示 西南航空正在紧急地处理退款 归还丢失的行李和报销滞留旅客的开销 根据航班追踪网站FlightAware的数据 西南航空在12月22日至30日期间 共计取消了超过15000次的航班 密苏里州一位49岁的犯人三号因谋杀罪被执行死刑 她也是美国首位被执行死刑的女变形人 现年49岁的麦克·劳克林于2003年谋杀了前女友 并弃尸密西西比河 由于密苏里州州长拒绝给予麦克·劳克林宽大处理 他于3号被执行死刑 麦克·劳克林在死前的声明中表示 对所做的事感到抱歉 称自己是一个有爱心和关怀的人 麦克·劳克林原本是男性 三年前开始变性 资料显示他童年时遭到虐待 由于没有人赢得2023年的第一张赵彩彩票 因此投奖预计到周五将攀升至至少9.4亿美元 或成为美国彩票史上第六大投奖 昨晚赵彩的开奖投奖金额为7.85亿美元 相当于4.038亿美元的现金奖金 彩票局表示没有彩票6个号码权重 但有6张彩票与5个号码匹配 价值至少100万美元 这已经是赵彩连续23次没有投奖赢家出现 而中投奖的几率只有三亿分之一 赵彩通常是每周二和周五开奖 下一次的开奖时间为太平洋时间晚上8点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中国两岸3D的最新消息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周二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进一步做好重要民生商品和能源保共稳价 确保群众过好春节 会议指出要千方百计提高医疗和防疫物资供给能力 支持重点企业满负荷生产 加强药品等物资调配 保障医疗机构 居家患者 养老院和农村地区等需求 同时要进一步抓好能源保共 持续释放煤炭先进产能 支持能源企业 节日安全正常生产 做好电力天然气顶峰保供预案 并保障交通物流畅通 保障春节期间邮政快递稳定运行 还要加强市场和价格监管 依法查处囤积居起 哄抬价格等行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回来还有财经方面的消息 不要走开 欢迎回来 一起来看今天华尔街方面的消息 周三美股坐上过山车 投资者今年一开篇 似乎仍然在寻找方向 三大股指最终是转涨 那从消息面上来说 周三公布了11月 全美公开招聘就业岗位 仍然超过1000万 那这是高于此前华尔街的预期 巨大的就业缺口 可能会继续推高工资 因此对于压抑通胀 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另外周三 美联储是公布了 上次议席会议纪要 延续了过去的鹰派基调 是继续强调加息决心 并且所有的联储会成员 都预计今年不会转向降息 但是投资者似乎是消化了 这样的一些消息 房地产材料金融 消费者非必须品和通讯服务板块 在周三是零涨 涨幅度超过1% 另外两家权重股 也是提振了大盘 分别是此前暴跌的特斯拉反弹了5% 苹果反弹1%左右 另外中概股也是普遍提振 纳斯拉克中国金融指数 是大涨超过8% 有消息是指中国监管者 批准了蚂蚁集团的融资计划 阿里巴巴在周三收涨近13% 其他个股公司方面 科技巨头的裁员潮是持续 那么又一家新公司Salesforce 是宣布裁员10% 并且是关闭部分办公室 但是华尔街投资者 一向欢迎这样的开源截流的举措 公司股价收涨超3% 另外通用电器的健康医疗板块 是正式被分拆出来上市 并且是被纳入标普500指数成分股 那公司股价收涨8% 其他资产方面 对全球经济前景的担忧 是让国际原油的价格持续下滑 布伦特原油 德州青田原油跌近5% 分别至每桶78美元和73美元 美元汇率DXY下滑了0.2%至104.2% 而黄金的价格上涨0.8% 至美昂斯1860美元 凤侯卫视 陈飞飞 纽约报道 再来看世界其他地区的全球资金指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来看全球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这些新闻 小姐请登陆iPhone US.com 以及我们的微信平台 感谢您收看 再会 让你轻松拥有 Toyota一路精彩 南加州Toyota经销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